这个电子维修焊接工具做得非常好的 真理原则又出新品了 T80和T80P 它是一款米地形的智能电脑铁 这个是刚上市的 我也是刚搞到手的 主要是它的最大功能能达到100瓦 当然要配上这个100瓦的适配器 然后它这个烙铁头是采用的这种非常小的 烙铁头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维修电路的时候 有一些非常狭小非常细的空间 像我们修电视机液晶品的时候 飞线我们可以用这种头 就非常好了 我们来拆开这个主机看一下 这个它外面是一共有三个头 里面应该是还有头 这边有一个简易的烙铁架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便携式的 主要是移动式的 在外面去用的 主要的适用场景是外出使用 或者是没电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充电宝去供电 里面还有一只烙铁头 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 这边还是一条数据线 也是一条数据线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主机部分 主机它的设计是一个圆柱形的 拿在手里的像一只笔 然后它主要材质是使用这种金属的喷杀工艺 然后这里有一个防滑的硅胶套 这个屏这里上面显示有型号 我这个是T80 然后它这块屏采用的是OLED显示屏 它的显示会更清晰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按键 我们把这个盖子台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盖子和这个笔面一样 然后它这个烙铁头是直接支持这个热拔擦的 如果我们在使用中需要更换不同形化的烙铁头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拔擦 当然我们要接触其他的工具 以防烫手 这样换道铁头是非常的便捷 也非常的快 同样它这个主机是具有这个休眠功能的 将我们不用的时候放下这个手柄 它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那么再值得说的一个功能就是 它的支持一个功率微调 那么这个功率微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这个适配器 我们比如说用65瓦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功率调到65瓦 那么就会非常充分的发挥它的性能 像其他的有一些闹铁呢 它就分了几个档 比如说20瓦40瓦60瓦80瓦 那比如说现在我用65瓦的这个充电头的话 那么我调到60瓦 实际上有5瓦就没有利用上 那么它这个呢是可以进行功率微调 调到65瓦可以把它的性能呢发挥到最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65瓦的 因为现在我手里没有100瓦的这个充电头啊 其实要100瓦的充电头呢 它这个性能才会发挥到极致 它能达到什么呢 在100瓦的情况下 它能达到一个2秒左右的划息速度 我们之前试用的一些烙铁都是8秒9秒10秒 这个呢在100瓦的充电头的情况下呢 可以达到一个2秒左右的划息速度 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个645瓦的我们来试一下啊 它能多久划息 好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现在通常电脑还没开机 但是我前面的查上了这个焊息室啊 我们把它铲紧 我们来开机啊 看它多久能划息 123 看这个温度啊上升的非常快 啊这边已经划息了啊 由于我这个充电头的功率不够啊 它这个划息大概在4-5秒左右啊 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找一块电路板 我们去试一下看 好我现在找了一块电路板 我们简单来焊接一下啊 虽然它这个烙铁头呢非常的小 热容量呢非常的低啊 我们看这一些稍微大的焊点呢 它能不能处理 啊大家可以看啊 也是非常的轻松 毕竟它的这个功率在这里啊 烙铁的主要是要它的回温速度好就行啊 我们看这个更大一点的焊点 啊这个也是可以 非常快的融化 其实我们需要的烙铁就是什么呢 就是回温速度效果要好 而且烙铁头呢是尽可能的要做的纤细 我们在焊接一些比较狭小的空间的话呢 就非常的方便 好 好